高雄一名53歲的男子在3月住進了一間護理之家 4月中家屬突然間接到通知說男子已經身亡 事後調閱了監視器才發現 竟然是照服員餵食釀貨 因為照服員不管男子的身體不適 繼續的餵食 直到男子一動也不動才發出不對勁 目前檢警正在釐清男子的死因 而衛生局也查出了 照服員沒有取得護理人員資格 卻執行護理業務已經違法 最高可以開罰數萬元以上的拔金 處三名以下的有期徒刑 男子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 一名照服員趕緊鬆開他手上的繩子 另外一名照服員趕緊拿出儀器 放入對方的口中想幫他抽彈 但為時一晚男子也沒了生命跡象 他走下來第一個動作不是 馬上叫救護車還怎樣完全都沒有 直接再拿起那個拖彈的東西 在往他的喉嚨裡面再繼續用 強調哥哥沒有慢性疾病 是因為精神疾病才住進護理之家 原本4月17號要接哥哥返家 前一天突然接到哥哥已經過世的通知 調閱監視器才發現 外籍照服員替哥哥抽完痰之後 就開始餵食 途中哥哥想吐 照服員只有親拍他的胸口 再繼續餵食 連續好幾次這樣的動作 最後哥哥已經被噎到 頭向上仰 照服員才去通知護理師 面對家屬指控 照護疏失業者不願多說 而法醫解剖遺體 發現男子食豆器管都是食物 檢察官衛生局也進入調查 照護服務員有抽談行為 試證明確 以違反護理人員法 為取得護理人員資格 執行護理人員業務者 最高裁罰新台幣15萬元以下罰金 並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外機構為設有呼救器 已經違反相關規定 將限期改善 違則最高裁罰30萬元罰還 或庭業處分 而相關市政已移送司法征判 這我目前狀奇園在高雄的採訪報導